第901章 不说话 才是真正的打脸 由哪位愿意上来指教一番 那人拱手说道 没有什么多余的废话 所有舞者的时间都是很宝贵的 巴布的每一分每一秒都用在修炼上 尤其是这些年纪小小 就已经跨入了超脱镜的年轻一辈的高手 更可以说是其中的佼佼者 他们之中有很多都有希望 能够在将来达到超越超脱镜的境界 我前英豪来占你 这个时候一道身影飞略了出来 又是一个年轻人 在下时评 先前那人拱手道 两人遥遥相对 目光冷冽锐利了起来 身上的气势开始弥漫席卷了出来 虽然不是摆墙榜单上的高手 但是也都是一等一的豪手 两人都没有率先动手 似乎在看对方有什么破绽一般 都不想率先出手 被对方找到破绽 这个时候还是那个前英豪率先忍不住出手了 他的兵器是刀 长刀瞬间出手 在天空中展出数十道刀营 上下纷飞 将石瓶所有的退避的空间都给笼罩住了 就像是一个由刀器组成的大罩子 瞬间笼罩了下去 叶西文点点头 到底是能来参加聚会的年轻一辈的高手 随便一个都不比当初的乌尘海要差什么 实力都非常的强劲 面对漫天刀营 石瓶也很冷静 只是常见破空而出 和漫天袭来的刀器截然不同的是 他只是一道剑光破开长空 刺入刀光之中 瞬间破开漫天刀光 一个一点破面掌握得非常好 但是那前英豪却也不是一个好对付的角色 在刀光被破开的一瞬间 迅速再度一刀展落了下来 两人的实力几乎是相差无几 整个场面看起来 似乎也是差不多 如果说有差别的话 也是一直以来都是前英豪占据主动 大部分的攻击都是由前英豪发起的 似乎也是占据了主动的样子 叶大哥 你觉得谁会赢 旁边的白汉墨问道 石瓶 叶西文淡淡的说道 为什么 白汉墨有些奇怪的问道 要知道 现在双方场面上似乎看着还属于僵持的状态 但是掌握主动权的一直都是前英豪 要说胜率的话 也该是前英豪更有胜率才对啊 前英豪用的是刀 刀乃是兵中霸者 讲究一个一往无前 但是同样的并不擅长持久战 所以很难持久 所谓一股作气 再而衰三而结 所以前英豪很难有胜算 叶西文自己就一直有用到 对于刀法的理解也到了一个很深的层次 更是因为有神秘空间的推演 所以让他在刀法上有寻常人难以理解的造诣 但是如果前英豪在气势衰竭之前 击破那个时评不就好了 白汉墨问道 在这方面 他是远远不如叶西文的 他成长的经历比起叶西文要顺得多了 许多事情也都远远没有叶西文看得那么透彻 如果换作一般的对手 前英豪哪怕是在同阶之中 也是很有胜算的 只可惜的是 这个时评很稳 并没有盲目乱动 基本处于守势 只要不乱来 基本上能撑过前英豪气势衰竭 到那个时候 决胜的机会就到了 叶西文说道 正是因为两人实力相差无几 场面上前英豪也仅仅只是稍战上风 并没有办法完全压制时平 所以叶西文才做出了这样的判断 吃 真是可笑 你以为你是谁 在这里这么多高手都不敢轻言胜负 你竟然敢说是那个前英豪会败 一声吃笑声从对面传了过来 虽然中间间隔了有上百米 不过对于他们这样修为的人来说 除非刻意控制声音 否则就和面对面说的没什么差别 众人一看 正是之前在赤雷仙子身边的那个滑袍公子 这个时候 正带着几分不屑的神色 看着叶西文 仿佛在看一个什么笑话一般 从后来摇倩的传音的解释里 叶西文也知道了 这人名叫柴剑本 却不是外面来的高手 而是杨竹岛上另外一个庞大势力的传人 柴剑本原本就是赤雷仙子的拥护者 一身实力极强 不比当初的姚茜要差 早已经达到了超脱镜五重天巅峰 要论排名比起当初的姚茜还要更高一些呢 白汉墨愤愤不平的看了一眼柴剑本 不过在看旁边的叶西文 却好像是无动于衷一般 众人都有些奇怪 尤其是姚茜都看了看叶西文 在她的印象中 叶西文或许不是一个火爆脾气的人 但是要说是一个什么好脾气的人 也绝对不是 这个时候 居然会这么安静 那柴剑本叶西文根本搭理她 顿时也只能是恨恨的看了一眼 完全无视了她的叶西文 然后转头看向场中央 而场中央的情况 却宛如是被叶西文亲手指导的电影一般 那两个人像是早就被叶西文安排好的一般 全部被叶西文说中 钱英豪的实力不弱 但是一股作气再而摔三而结 之后果然叶西文之前 所说慢慢的就摔结了下去 没有办法保持压制了 最后被石平一箭击破 彻底击败 看到这个结果 叶西文依然还是一副云淡风轻的样子 而那个柴剑本则是满脸铁青 不知道该说什么好 这个时候众人才终于明白 为什么叶西文什么话都不说了 因为这需要说什么话吗 根本不需要 这才是真正的打脸啊 什么话都不说 但是却一巴掌打得你 什么话都说不出来 这才是最好的打脸啊 你不是牛气吗 你不是说什么 我没资格吗 怎么着 现在还不是照着我所说的方式去发展了 柴剑本这个时候 也终于明白刚才叶西文为什么不作声 因为这是一个无声的巴掌啊 此处无声胜有声啊 这个巴掌甩得他脸上火啦啦的疼 不说话才是最好的打脸 这个时候也只能以怨毒的眼神看着叶西文 仿佛是看着什么生死仇敌一般 而叶西文身边的白汉墨则是毫无顾忌的大笑起来 一边不断的竖起大目指 像是在夸奖叶西文干得好 其他人还会顾忌到柴剑本的脸面 不会刻意去打他的脸 但是白汉墨是谁啊 他只管自己高兴就可以了 才不贵管柴剑本的脸色已经铁青到好像肿起来一样 对于这个人 叶西文也只能无奈的给了一个井的评价 真是横竖都是二啊 击败了钱英豪之后 时平马不停蹄的又接受了一个高手的挑战 几乎是连续击败了两个同样是超脱镜二重天巅峰的高手之后 这才被最后一个超脱镜三重天的高手击败了 对于整场聚会来说 这几场比试 仅仅只是开胃菜罢了 之后又是几路比试 随着时间的推移 慢慢的超脱镜二重天的舞者们 不再出手 仅仅只是远远看着 主要交手的对象也已经转移到了超脱镜五重天的高手了 在下柴家柴见明特来请教 叶西文 敢来一站吗 正当叶西文觉得有些百无聊赖的时候 一声刺耳的声音传入耳中 叶西文却见一个蓝衣的青年站在中间 目光炯炯的看着叶西文 似乎在挑战他的底线一般 除了他之外 还有许多人的目光也都在一瞬间看了过来 似乎都在有些奇怪 这人到底是谁 有什么资格 竟然敢坐在首席 有些人认识叶西文 但是也有一些人根本就不认识叶西文 因此很是奇怪 毕竟叶西文看着仅仅只有超脱镜三重天罢了 就算是在他们之中 超脱镜三重天这样的境界 也不怎么出众 只能算是一般般罢了 何况还是首席之中前百强的高手了 所有人都看向了叶西文 不知道他会怎么回答 一般来说 坐在首席的那些高手是不会这么早下场的 他们最次也都是百强级别的高手 比起众人的实力要高出整整一筹了 甚至有些人对于他们来说 根本就不是一个时代的一样 如果这些人出手了 那他们后面出手的时候 有几个人愿意看 就好像看惯了好的 谁愿意去看差的 所以无论是众人也好 还是他们自己也罢 都会希望自己能够晚一些出场 但是叶西文不一样 在很多人眼里 叶西文还没有证明过自己的实力 所以有些人心中难免有些不服 叶西文似笑非笑的 看了一眼对面的柴剑本 这柴剑民这个时候公然挑战他 要说没有柴剑本在后面推波助澜 打死叶西文也不信 不过既然已经打上门来了 这个时候怎么能怯场 叶西文微笑着站了起来 说道既然如此 那我就下场指点指点你 哈哈哈哈 叶西文这句话一出 顿时许多人都有些忍俊不禁 柴剑民说的指教 分明只是一句客套话 说不定连客气的意思都没有 但是叶西文就顺赶爬了 居然要指点他 尤其是白汉墨更是笑得满地打滚 柴剑民脸色通红 北叶西文这一句话给叶到了 只能恨恨地说道 希望你的实力 有你的嘴皮子一半的实力